乘坐悬挂在半空中的列车是种什么感受? 5月11日,中西社记者来到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中央生态大走廊, 登上即将投入运营的商用城市空轨光谷光子号, 体验在列车里凌空飞行。 空轨,全称为悬挂式单轨, 是一种中低运量、生态环保、绿色低碳的城市交通新制式。 其列车悬挂在单行轨道下方,将地面交通移至空中, 具有占地少、造价低、转弯半径小等特点, 同时兼具观光功能,乘客可在车内观看沿线城市风貌。 它是一条旅游线,然后重点是将我们这个光谷生态大走廊完美地呈现给大家, 体现一个生态绿色的一个展现。 当日上午时时,记者从高新大道站进入空轨乘车区, 近站炸机与安检口有机结合, 具备金属探测、体温检测、票卡处理等功能。 乘坐电梯抵达站厅三楼, 两节充满科技感的银蓝色列车停靠在站台边。 列车顶部四组行车轮如巨手般将车厢牢牢擒住, 嵌入上方轨道中,步入车厢,不同于常见的地铁轻轨。 空轨车厢地板设置了透明式观景窗, 全车拥有270度观景功能。 除常见的双排对象座以外, 车内还设有面向窗外的观景吧台, 可为乘客带来美妙乘车体验。 这个空轨可以在车辆上形成, 你安排70度的无死角的光光, 可以从空中俯视我们整个生态大走栏。 随着车辆缓缓启动, 远处可赏城市景观, 低头可见车流穿梭, 周边绿地水道透过玻璃一闪而过, 视线索其之处皆是美景。 列车在空中悬挂, 但乘坐其中几乎感受不到颠簸和摇晃感。 即使遇到爬坡或转弯路段, 也并无明显感觉。 光谷光子号智能化程度高, 具备全自动无人驾驶功能, 车辆启动、停车、出库、入库、 开关门及正线运行等, 均实现了全过程自动控制。 无需人工操作, 私程人员只需随车应对突发情况。 我们这个项目在设计之初, 重点考虑的首先就是安全性, 然后就是舒适性。 在整个的设计研发过程中, 我们在包括车载、桥梁, 都是统一考虑这个问题的。 在我们设计的规范允许范围之内, 是绝对可以保证安全的。 据光谷交通第二项目部部长王霜介绍, 光谷光子号空轨列车最高运行时速60公里, 全程运行时间约30分钟, 初期采用两节编组, 最多能容纳220余人, 同时可在2至6节车厢之间灵活编组, 适应不同客流运输需求。 全线设有6个站点, 按照一站一景的特色进行实施。 现在一共有10辆车。 当然这个车辆还会根据后期的客流量进行调整。 目前,光谷空轨正处于综合连条和试运行阶段, 作为光谷生态大走廊配套设施, 将串联起沿线旅游观光资源, 打造空中观景平台。 全球阶线旅游观景平台。 ox行 疫情跑调整 线旅游观景平台。 你